Hello大家好,我是阿A公 跟大家介紹Pokemon Go的最新資訊 之前跟大家介紹完三幹部 今天不主要放在這裏 如果想知道他的資訊 可以看回我之前的兩套影片 那好啦,今天的重點會放在這個特殊調查課題 以及我們的版木老大 暗影中的迫近的威脅 這個特殊調查課題 所有的內容我已經到手了 二關之前跟大家講過 二關就有一個超男婆的關 那我今天就拿到之後的內容了 第三關就是要在一場導管對戰中 使用六次效果絕佳的特殊招式 在超級聯盟跟訓練家對戰獲勝三次 打敗六個火箭隊手下 各有1000XP的完成上禮 有1500星塵 15個超級球和鳳梨的五個 第四關就是打敗三個幹部 各有1000XP 所以完成就有2000星塵三個金會 以及我們的重頭戲 超級火箭隊雷達 如果超級火箭隊雷達可以找到版木的 第五關就是找到版木 2500星塵 跟版木對戰 1500XP 打敗版木就有銀鳳梨三個 完成獎勵有3000星塵 一般學習器和特殊招式學習器各一個 第六關就是 全部幫你不用做的 各有2000XP完成獎勵 三個滴快 20個超級 不是 高級球 神奇堂那三個 這個呢 是要完成一個可言人比現中 這個特殊調查課題 這個也是講過的 還有這個呢 可以每個月 每個月呢 每個月呢 都可以做到遲的 這樣啦 那講一下版木啦 那要完成 暗影中逼近的歸脅第四關呢 可以獲得 我們的超級火箭隊雷達才可以找到我們的版木 跟他鬥的 和超級火箭隊雷達呢 可以幫助你找到版木的 手下可能扮成我們的版木啦 所以可能呢 試圖找 弄到我們的火箭隊雷達混亂 那就找不到真正的版木 就找到那個墓牌版木啦 那我們呢 可以不挑戰他的 直接再找第二個版木啦 那我們呢 挑戰版木的時候 會派出的陣容呢 就是貓佬帶第二隻呢 就是 轉角色手或者三地鼠 第三隻是 可能是 急凍鳥或者其他神獸 暫時只知道有急凍鳥而已 那可以呢 打贏他就可以完成第五關啦 還有呢 我們可以捉到我們 暗影傳說寶空的 大家應該趁呢 我們的強風狀態才好 打我們的版木 因為呢 有我們的天氣加成 捉我們的三神鳥都可能 有我們的一千一百幾啊 那些 很好的 CP數值啦 那今天分享就來到這裡啦 那我們都可以 這樣打我們的版木啦 捉到我們的神獸 那希望大家都 早點完成 這個特殊調查科題啦 那今天影片就來到這裡 如果要留意的話 我影片的右下角按讚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extrêmement欲求 很好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